人的一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由此可见 床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在装修时候 对床并没有深刻了解 对于挑选床更是很随意 往往只是看了看床的款式和价格 基本就定了 结果用过之后发现并不舒适和省心 其实买床也是有很多门道和学问的 这一期咱们抛开专业知识部讲 主要教大家买床如何避坑 告诉你哪些款式不能选 不是瞎说 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 一不选PU皮革软包床 软包床确实靠背比较舒服 很适合靠着看电视 看书等休闲活动 而且外观也漂亮大气 但PU皮革材质的软包床真的不建议买 虽然很多商家会利用价格优势来打动消费者 但是当下多数的PU软包床头 使用的都是低端人造格 聚止纤维包的床头 环保性很差 还非常的不耐用 而且这种皮革床头稍微受潮 就会生霉 导致脱皮或者开裂 另外吸湿性差 透气也性差 还有一起静电 不好打理的弊端 网友反馈 网友爱他爱你 买床的时候 光想着好看了 完全没想到这种床会掉碎屑 后来 索性拿罩子罩起来 但打扫卫生时 还是好多碎屑 太糟心了 建议 这类软包床真的是一分钱 一分货 不要贪图便宜 预算高就选真皮 预算低就选不易 二 不选沙发床 沙发床 说白了 就是既能当床用 又能当沙发 很多人买它的目的 就是觉得不占用空间 还能两用 觉得很划算 但其实 生活中这种沙发床 不仅利用率不高 实用性也很差 虽说能两用 但实际体验后 你会发现它既缺乏床的舒适度 又没有沙发的稳固性 要它合用 而且 它的使用寿命也短 因为这种床通常都需要依靠伸缩装置 来进行折叠变形 长期伸缩 必然会影响它的使用寿命 如果只是偶尔使用问题不大 若是使用的很频繁 就非常容易坏掉 网友反馈 网友爱特而言 说实话 我家的沙发床买来半年多了 拿来当床就用过一次 睡上去很硬 一点不舒服 后来就干脆闲置了 建议 想入手沙发床的朋友 真的慎重 使用频率低 故障率还高 一点性价比没有 三 不选收纳箱底床 很多小户型的家庭 都会面临收纳空间不足的问题 所以就会想到收纳箱底床 用它来增加收纳空间 觉得它既能用来休息 又能用来储物 一举两得 然而 往往是事与愿违 特别是这种版式收纳床 无论是装杂物 还是装衣服 通风性差 长期压在阴暗的床下 衣物很容易发没有异味 也会对健康有隐患 另外 这种版式床 床板加床垫 自身就很重 因为没有液压感 想抬起拿取物品 会超级吃力 尤其是对上了年纪的老人年来说 更是不友好 网友反馈 网友爱得烟台小超科 怎么说呢 为了多这么点收纳空间 却要牺牲床体不透气 衣物发霉 有意味 卫生不好打扫的窘境 真的毫不划算 下次不会再买了 建议 如果实在需要用床箱做收纳 也建议选那种排骨床架 带液牙感的 透气型有保障 拿取东西也不费力 四 不选铁架床 铁架床非常有个性 与众不同 看着高雅 结实 虽然优点很多 且摆放在家里 也很有艺术感 但是还是不建议大家买 因为众多业主反馈 缺点实在数不胜数 比如 生锈 有异响 有划痕 怕磕碰 安全隐患等等 以下内容 全部来自网友的真实评价 网友反馈 网友艾特甜秘密 我家的铁衣床 安装废事不说 睡觉的时候 翻身就还有一响 睡觉都不踏实 超级窝火 网友艾特小王很口 这种金属材质的铁衣床 摸着也是冰凉凉的 感觉和家里的温馨 和舒适感完全不搭 网友艾特星辰666 原以为 他的铁衣床 是硬材质 会很结实耐用 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非常怕磕碰 还不耐滑 一旦出现滑痕和掉漆 根本没办法修复 巴巴点点的 严重影响美观 家里有小孩子的 真心不建议买 安全有隐患 五 不选低价美式床 美式床造型多 雕花多 看着非常的高贵典雅 华丽大气 但要选 就买纯实木的 价格太便宜的美式床 千万别买 这类床 一般它的床头床尾 多数是用中仙板 或爆花板材质做的 最大的问题 就是质量堪忧 遇到水就会膨胀变形 发霉后 还会滋生细菌 产生霉菌 而且 这种低价美式床 都是用软包搭配雕花 除了那些开裂问题 还存在对皮质保养的问题 如果不维护保养的话 时间一长 皮革韧性变差 皮质就会变脆 会一样出现脱皮现象 网友反馈 网友爱的张小陈 ZZ 我当初就是图便宜 看着外形挺好看的就买了 结果没用半年就扔了 掉皮开裂不说 味道还很大 小冬建议 如果条件允许 还是建议大家选造型 简单的纯实木床 环保耐用也更为省心 六 不选矮脚床 这种款式床 现实中踩坑的人不在少数 生产厂家为了把床 做得显得高级 床底高度留得很矮 住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 床和地面的缝隙 就会成为卫生死角 床底会堆积大量灰尘和污渍 不好清洁 还影响身心健康 真的想要日常清理的话 就需要每天抬床 不仅费力费时 还很麻烦 网友反馈 网友爱的思思忧伤 我家当初买床 就忽略了高度问题 入住后才发现 扫帚根本进不去 更别提扫地机器人了 反而是拖鞋 容易被踢到床下面 找不到 建议买床建议选床底高度 至少在15公分以上的 方便日常打扫 七 不选圆形床 很多刚结婚的年轻人 在装修时 总想拥有一张既有情调 又很特别的床 所以 想当然会被这种圆形床种草 但事实上 这种圆床只适合宾馆或酒店 会有一种浪漫和氛围感 但是 放在家里就非常的不合适 首先 就是不规则的造型 体积还大 超级占地方 不仅会影响两侧过道行走 还会让整个卧室 显得非常的拥挤 其次 原床的床上用品也不好搭配 一般的床品都不配套 需要单独定制购买 这样花费就会高 另外 它还属于一型床 卫生也难打理 网友反馈 网友艾特BGM日记 当时买原床就是图新鲜 买完就后悔了 看着很大 其实两边很短 我和我媳妇经常睡到半夜 为了抢地盘 半嘴吵架 没办法 为了家庭和谐 干脆直接换掉了 好了 以上就是给大家总结的 七种不实用的床 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总结 希望大家不要踩坑 床是用来休息的 不需要太多 滑而不实的设计 要以简单实用为主 选到舒适的床 真的可以提升 居家的幸福感